1937年 一个衣着捡漏乞丐来到延安 真实身份竟是红武军参谋长 这位参谋长看起来疲惫不堪 浑身有不少伤口 在大冬天里穿着还十分单薄 瞧着就是一个逃亡的乞丐 任谁第一眼也认不出他的身份来 中央接到上报后 立刻对他进行救治 才让他勉强捡回一条性命来 那么这位参谋长到底是谁 他又为何以乞丐的样子逃避追杀 来到延安地区呢 在视频开始之前 请各位粉丝朋友 点击视频右下角的关注支持一下 1928年 在国民党任营长的毕湛云 突然接到了这样一条命令 要求处死他手下两位连长 毕湛云对这个命令相当无奈 尤其是在看到其中必须处死连长的理由 是因为对方加入了共产党后 他更加不愿意做这件事情了 于是在思考片刻后 他将两个连长叫到跟前 并告诉他们 共产党的好坏 我自己心里有数 但目前党内要清党 我这里不能留你们了 说完后 他就偷偷将两个连长放走 让他们去投奔共产党了 此时被上司知道后 毕湛云也不再受国民党的信赖 撤掉了他营长的职位 降位了连长 但其实此时的毕湛云 已经对国民党深深地失望了 作为一个从穷苦家庭出身的人 他对于国军这种军阀作派 官僚气息严重的队伍 很难接受 可是想要投奔共产党 还是需要一个机会才行 没想到这个机会来得很快 到了这一年的10月 红四军主力在回归井冈山的路上 俘虏了一个国军班 而这个班恰好就是毕湛云手下的兵 在和被俘虏的国军战士进行交流后 大家发现毕湛云这个人 似乎有意向我们投诚 这对于当时的红四军来说 是个非常好的机会 由此 毛泽东 朱德与陈毅都认为 这个人可以争取一下 随后朱德与陈毅 以四川老乡的身份 给毕湛云写了一封信 并在信中写道 我们主张革命不分先后 希望你尽快弃暗投明 早定大计 上井冈山来和我们一起 为中华民族的解放 而尽一份匹夫之责 这封信让毕湛云非常高兴和激动 对于红军的邀请 他十分心动 于是 在思考了相关计划后 毕湛云派遣了自己的副官 前往江西岁川的红军驻地 并在这里与陈毅取得了联系 但毕湛云这个亲共分子 早都已经在乡军的重点关注名单上了 因此 毕湛云还没有做好起义准备 选择了立刻起义 10月26日 毕湛云顺利带队脱离了国民党 来到井冈山慈平 来到井冈山后 他被任命为红四军特务营 而这支特务营 也就是由他带来的班底组成 这样一来 他就能更好地融入红军 由此 毕湛云就开始了 属于自己在红军中的传奇旅程 那么 加入红军的毕湛云 在后来的战争中 又做出了哪些贡献 为啥在几年之后 他却像个乞丐一样来到延安呢 1937年 一个衣着单薄的乞丐来到延安 竟是红武军参谋长毕湛云 毕湛云在1928年加入红军之后 便在红军队伍中 做出了很多贡献 但到了1937年时 他却遇到了一个非常惨痛的经历 那么毕湛云当时 到底遇到了什么事情 才扮作乞丐来到延安的 再后来 他又做出了什么贡献呢 加入红军之后 毕湛云做事非常认真 也很快就受到了大家的认可与信任 在红军长征期间 毕湛云被任命为 中阁军委部队设备营司令员 管理着一个庞大的设备营 工作相当艰苦 但他没有一丝抱怨 反倒在艰难的跋涉途中 将设备营管理得很好 保障了整个队伍的生存所需 而在中央红军 红四方面军贸工会事后 他被调任红四方面军侦察科科长 并随红四方面军继续长征 在红军长征结束后 毕湛云留在了西北地区进行工作 并任红五军的参谋长 但就在这次工作期间 毕湛云遭遇了自己一生中最大的挫折 1936年 毕湛云参加了红军西路军的西征 这一次西征的目的 主要是为了遏制住西北地区 以马家军为首的国民党队伍 从而保证我们能在西北地区站稳脚跟 但谁也没想到的是 这次西征结果却不尽如人意 马家军对于西北地区的情况非常熟悉 在此地盘踞几十年 队伍人数也远超我们 因此在对战马家军的过程中 红军屡屡受挫 到了1937年1月 毕湛云率领的队伍 在高台县城附近被围 马家军不仅人数多 而且有大量骑兵 贸然突围 绝不是个明智之举 因此毕湛云白天率部抵抗马家军 晚上亲自监督 建造防御工事 借助驻扎的几个村子抗击马家军 1月19日 毕湛云总算找到了一个机会 他命令手下团长万汉将率一个营 对马家军先进行扬攻 随后自己率大部队迂回 与万汉将对马家军实施加击 这让马家军登师大乱 毕湛云也趁机率部成功突围 队伍会合在了林泽城附近的两个村庄 这一次的突围成功 让马家军恼羞成怒 他们提高警惕的同时 大军直接突入高台县城内部 将未能脱离险境的红军全部杀死 并开始对林泽发起猛烈的攻击 此时的毕湛云部 已经经历过多次战斗 补给不足的同时 战士的身体状态与精神状态 都已经到了临界值 虽然靠着坚强的毅力 战士们艰难地 在马家军的围攻下支撑住了 但大家都明白 这样的状态支持不了太久 到了1月24日时 毕湛云接到命令 要求队伍往西路军目前的总部 尼加营子靠拢 这个时候 毕湛云部已不足2000人 而最后突围成功来到尼加营子的 仅仅只有六七百人而已 到了西路军总部后 危机也并未解除 马家军的持续围攻 让整个西路军都苦不堪言 队伍一直坚持到3月初 才不得不选择突围 也就是 在这次突围中 毕湛云所带领的后勤 伤员和妇女们组成的队伍 被马家军冲散 大家散落各处逃亡 毕湛云也被迫扮成乞丐 一路向延安方向进发 那么 在这次失败之后 活下来的毕湛云 又为战争做出了哪些贡献 建国后的毕湛云 生活又如何呢 1937年 一个乞丐一路乞讨到了延安 而他竟是红武军参谋长毕湛云 再经过半年多的跋涉 一路从兰州到西安再到陕北 毕湛云总算脱离了危险 这一次的失败 不仅给毕湛云敲响了警钟 也让红军意识到了 自身薄弱的地方 开始更加努力地继续实力 而毕湛云在经过治疗后 也重新投入了工作 那么这之后 毕湛云主要负责哪些方面的工作呢 建国之后的毕湛云 又生活的怎么样 在这一次的失败后 毕湛云留在了太阅军区 并在驻守兵团进行任职 因为有过比较丰富的后勤经验 毕湛云的工作重心 就从带队战斗转到了后勤上 这个工作对于当时的红军 是相当重要的 一方面 毕湛云要组织好守备军 防止我军的大后方失守 另一方面 毕湛云也要协调好物资情况 防止对前线造成影响 而在太阅军区工作的过程中 毕湛云不仅积累了大量的后勤经验 还多次抵抗敌军的侵扰 功劳不浅 到了解放战争时期 毕湛云调到冀军区任副司令员 毕湛云刚刚任职没有多久 淮海战役就爆发了 这场战役的波及范围广 参战人数也多 因此 在后勤方面的压力是非常巨大的 而毕湛云为了保证好前线的物资情况 付出了非常多的心血 由于淮海战役的时间在冬天 因此高强度的后勤支援和低温 让不少运输物资的牲畜们 都出现了生病乃至死亡的情况 这一下子 让后勤补给速度成了问题 此时前线的战斗压力很大 毕湛云知道后勤绝对不能崩 因此他专门开了一次会议 收集起大量的意见 并想办法 重新对后勤系统进行了构架 对于这些前来支援后勤的民工们 毕湛云建立了一套 类似部队政治工作及生活管理制度 其中很多管理人员 由县级党政干部兼任 弥补了无人领导和协调工作的问题 并且对于表现优异的民工 还会允许他们入党 后来这些民工也大都留在了个村座干部 在这个过程里 民工们与前线战士的关系更进一步 很多民工自愿前往危险的前线 进行转运商员等工作 当时的百姓们 宁可饿着肚子 赤着脚工作 也要把衣服 鞋子 粮食都运送到前线去 所以即使淮海战役前线打得那么激烈 却一点后勤问题都没出过 淮海战役结束后 陈毅说 淮海战役的胜利 是人民百姓用小推车推出来的 这是实打实的评价 这次后勤的胜利 也是毕湛云最为骄傲的事情之一 新中国成立后 毕湛云被调任到了河南 到了1955年 毕湛云升任为河南省军区司令员 也是在这一年 他被授予开国中将 成为了为数不多 从井冈山时期坚持奋斗到 顺利建国的将领 建国后的工作当中 毕湛云凭借着 优秀的后勤管理能力和丰富的经验 将河南地区经营得相当不错 并在1961年 毕湛云兼任了武汉军区副司令员 不过因为在当年的逃亡之路上 毕湛云受过比较多伤 身体状态一直不算好 因此到了1965年 他就选择了离休 1977年 73岁的毕湛云离世 结束了自己波澜壮阔的传奇人生